10分钟讲明白元宇宙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庙聊科技 我是聊科技老庙 在过去的2021年互联网最火热的一个词 无疑就是元宇宙 上周老庙也以江苏省VRAR产业联盟的秘书长的身份 去首届长三角元宇宙创新创业大赛 做了一趟主评委 也看了很多的元宇宙的项目 这次就再从整体上来聊一下元宇宙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谈元宇宙 但元宇宙到底是个啥 有人说就是一个3D网络游戏 有人说是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 还有人说这不就是个VR聊天室吗 说这些话的人对也不对 绝大多数看待元宇宙的人 是站在现在这个时代在看未来 就如同你在05-06年 用着功能手机的时候能想象智能手机吗 而真正明白元宇宙的人到底是谁呢 无疑是和元宇宙最为接近的做VR的人 但真正在做VR的人 其实都不愿意多谈元宇宙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扯淡了 都知道跟2016年的VR一样 就是一段泡沫 老妙虽然也是做VR的人 但更愿意以一种客观神圣的视角 去看待元宇宙 老妙的观点 元宇宙是继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后的 下一代互联网的终点 注意这里说的是下一代互联网的终点 才是元宇宙PC互联网解决的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移动互联网是解决随时随地接入网络的问题 而元宇宙解决的是 我不仅仅是在互联网外面看文字图片视频 也不是在游戏外玩游戏 而是让另一个虚拟的我 在互联网中成为真正的王者荣耀里面的一个角色 而不再是一个召唤师 元宇宙是不是未来 是 这个未来远不远 非常远 这期节目我们就分为六个小节来聊一聊元宇宙的问题 话不多说 书归正传 新阶段的元宇宙到底在什么阶段 如今整个业界对元宇宙的定义主要分为几个六派 第一 大宇宙派 一整个元宇宙的虚拟世界 其中有很多个小宇宙或者说小星球 每个星球彼此能够互通 虚拟货币在整个宇宙中通行 第二 平行宇宙派 各元宇宙之间能够互通 类似于科幻小说中平行宇宙的概念 第三 独立发展派 各元宇宙各自独立发展 但相关虚拟货币互通 大家可以注意 无论是哪种元宇宙的定义 始终是虚拟货币能够互通 这里的底层逻辑 就是每个元宇宙公民的数字财产 是属于个人的 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意味着 在元宇宙中没有国家央行的概念 如果我们假设元宇宙真的能成功 也就是意味着几乎二战以后 奠定的国家概念 货币信用概念都将全部更新 但这种更新 在目前宣扬元宇宙理念的拥顿当中 并没有那么多经济学大师 可能有观众会说 元宇宙才发展 发展的问题应该靠发展去解决 那我们来看看现阶段的元宇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举几个例子 罗布勒斯元宇宙第一股 如果按照游戏领域的定义 这是一款PGC加UGC的沙盒游戏 它以RobotXP作为经济交易货币 游戏开发公司 看似将部分收益让度给了开发者 也就是PUGC 但实际上 罗布勒斯他收到了55%的分成 它本质上还是一款游戏而已 再举个例子改名为Meta的Facebook 推出Horizon Watts 每个用户能够创造一个虚拟形象代表自己 其中有很多个虚拟空间 有些为游戏 有些为应用 国内类似的产品就是百度的吸壤 但注意 无论是Horizon Watts还是吸壤 目前来说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商业化逻辑 也就是Meta和百度开发了这么一个产品 未来怎么赚钱呢 老秒来说几种情况 一种照旧互联网广告变现 在这些产品里面插入广告牌 百度就是这么干的 第二种 麦迪皮 一个元宇宙都市 核心地块 挂牌土拍 第三种 平台注笔税 无论是哪一种变现逻辑 是不是都是中心化的结果 这跟元宇宙的底层逻辑相违背了呀 元宇宙的初级阶段会什么时候带来呢 老秒认为 这个问题不在于目前的基础 而在于近未来的基础 元宇宙真正形成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足够深的沉浸感 另一个是没有任何边界的虚拟世界 前者也就决定了 VR并不是未来真正元宇宙的通道或者说入口 VR只是通过眼睛声音欺骗你的大脑 让你的大脑认为看到的就是真实世界 从目前的研究上来说 视觉在沉浸感上占据了70%以上的因素 听觉有12%左右 剩下的触觉 味觉 嗅觉 怎么办 虽然也的确有一些替代方案 但还是那句话 2000元的VR配大几千的硬件吗 显然在商业逻辑上这点行不通 所以很大程度上 进入元宇宙的入口最有机会的就是脑机接口 通过微电流的刺激形成各类感知 脑机接口目前的发展仍在实验时阶段 所以老编称之为近未来的技术 另一个没有任何边界的虚拟世界来说 从目前游戏行业打造的开放世界来看 通过人力建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可能的情况只有强人工智能出现 才有机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边界的元宇宙 但是强人工智能对科技领域来说 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或者说这项技术并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 而是某种巧合某种契机 它就出现了 当我们今天聊元宇宙的时候 更应该讨论的并不是它能带来哪些变革 而是先想一想元宇宙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当我们明白了现阶段元宇宙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元宇宙 当然有些观众会说是雪崩那本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但真的是这样吗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 一直是自自不倦的 也就是分为了两个途径 一是宗教二是哲学 你想想佛教说的极乐世界 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是不是也是一种元宇宙呢 或者说当有一天元宇宙真正实现了 通过人为的方式能不能闪现 这些宗教所描绘和宣扬的死后世界呢 再或者说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死后世界 以元宇宙的方式呈现给各位信众之时 有多少人能够抵挡这所描绘的美景呢 老药就曾经接到过一个VR极乐世界的项目咨询 做一个三圣奖金的极乐世界 这里有七宝宫殿 七宝杭树 七宝蓝巡 七宝莲池 天上有杂色鸟飞天等等 这样的场景你觉得不会让信众更加痴迷吗 再说极端一点的 某个宗教的极端教派 做一个有七宝姑娘的天堂给信众 通过脑部电信号完全模拟现实 普通人都未必能够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 何况是信众 再到近现代的科幻小说 也有赛博朋克 珍稀朋克 这样的异世界的概念出现 其实这也是一种元宇宙的表现形式 那现阶段炒作元宇宙概念的都有谁呢 提出元宇宙这个概念的 无外乎是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公司大佬 比如脸书的扎克伯格 EPEC Games的Tim Sweeney 腾讯的马化腾等等 但真正在国内引起巨大波澜的是 A股市场中的中情宝 汤姆猫 完美世界 顺网科技 等中国A股的游戏公司 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逻辑 首先是A股游戏公司的估值明显偏低 对比A股的三期户与 港股的腾讯 美股的动势暴雪和网易 A股的游戏公司业绩稳定 但静态估值却明显低于 港股美股的游戏公司 于是但凡遇到一点 跟游戏股挂钩的概念炒作 A股的游戏公司就一拥而上 2015到16年的VR 2017年的区块链 2018年到19年的云游戏 以及如今的元宇宙 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 强政策监管之下的游戏公司 经历了一轮大跌之后 更加需要一波新概念来炒作 提升股价了 而以游戏股为先锋 后面但凡能够跟元宇宙 六大技术方向 即无联网 网络 及运算 人工智能 电子游戏 人机交互 区块链等挂钩的公司 都跟着概念一路炒作 但请问这些上市公司 跟元宇宙有什么关系吗 今天你们炒作元宇宙的样子 简直就是当年炒作 预压时复制粘贴过来 当然肯定会有很多观众朋友说 A股本身炒的就是概念 如果屏幕前穿越过 两轮熊牛时的朋友 老表说一声佩服 只是希望那些刚刚进入股时的朋友 在哪怕是连番暴涨的概念股面前 一定要保持审慎 千万别做接最后一棒的人 而除了上市公司和股民 还有一群人 在这场元宇宙的狂欢当中 更加狂热 这群人基本都属于一个圈子 币圈 元宇宙的概念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虚拟支付 简单来说 元宇宙的交易货币如何实现互换 以及元宇宙中的货币 和现实世界的货币如何兑换 原本已经凉透了的 中国币圈突然找到了生机 又开始了一波 韭菜大收割 同时最近火热的NFT 更是在元宇宙的概念炒作之下 再添了一把火 让币圈的火烧得越来越旺 元宇宙会带来哪些机会呢 听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元宇宙就是个忽悠 但元宇宙这波日潮到底有没有机会 有 而且非常大 虽然有两句话 万物皆可元宇宙和元宇宙是个框 什么都能忘了一桩 但各位仔细想想 为什么那么多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 都会提元宇宙这个概念 还是举几个例子 NFT 非统治化代币 你看到一进NFT艺术品 动辄几千万美金 吓坏了收藏市场 但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 数字内容 比如一首歌 一个表情包 绑定了NFT 是不是它所有的复制 传播都能有所记录 盗版可追溯了 这是解决了多少年以来的 数字内容版权问题 再举个例子 虚拟人 元宇宙必须的吧 未来的虚拟偶像 都能用到相关技术 蓝标上周在 长三角元宇宙大赛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NFT的项目 他们是做高端艺术品 收藏品的NFT绑定 这就彻底解决了 收藏的传承有序的问题 这就是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你能说NFT只是炒作吗 当我们面对一个 全新的技术概念时 如今大众传媒 往往会采取一种 非黑即白的审视态度 这种审视态度之下 往往会让很多人 搓置全新的科技封口 我们是否应该期待 元宇宙的到来呢 最后老人要想说说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 期待元宇宙的到来 元宇宙从去年 罗伯勒斯上市以来 一直有很大的争议 科技大厂们 纷纷进行元宇宙 这里其实有几层原因了 第一层是整个互联网领域 已经进入了创新乏力 增长缓慢的阶段 这点可能大家在手机的更新 迭代速度变慢就能有所体会 第二层虚拟现实 逐步从一个不成熟的电子产品 成长为一类 具有强势未来的消费电子产品 但目前VR的成绩 更多的是基于VR游戏的 游戏行业在全球所有二级市场上的估值都不高 那有个全新的概念 元宇宙成为了让VR企业获得更高估值的机会 那为什么不用呢 第三层 在过去的VR产业当中 很多的泛互联网科技企业 其实是彼此孤立的 只是VR产业链中的一环 但元宇宙就不同 任何一个互联网公司 能够把元宇宙当成一个终极目标 那我们应该期待元宇宙的到来吗 老妙的回答是 可以期待 但元宇宙还很远很远 VR是有了像Ocra CVE HDD VIVE PSVR之后 真正进入大众事业的 但元宇宙目前还没有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的产品 科技带来的创新是永无止境的 更加逼真优质的互联网体验 为什么不期待一下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 老妙之前也讲过很多期 关于元宇宙的话题 也会一并贴在置顶链接当中 如果各位观众对元宇宙有什么话题 还有什么想讨论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老妙说的不错 记得一键三连 老妙聊科技 科技很远 但未来很近